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记者哈绍吉进到沙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堡总领事馆后惨遭杀害分尸 事件震惊全球 沙国当局当时逮捕五名涉案的特勤干员 与沙国王室相关的高官则全身而退 不过美国中情局最新的解密报告却指出是沙国王除穆罕默德萨尔曼批准杀害记者哈绍吉 这份解密报告也提到 前美国总统川普为了与沙国维持友好关系 任内拒绝解密相关报告 还对沙国人权问题只字不提 如今拜登政府选择让事实摊在阳光下 国务卿布林肯更下令禁止76名沙国人士入境 但这名单中不包含王除穆罕默德 而在报告公布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采与85岁沙国国王萨尔曼通话 两人针对伊朗等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 但拜登却没有提及自己已经看过的 哈绍吉谋杀报告 外界解读拜登与沙国国王通话 是对王除夏马威 热地穆罕默德上位即位 不具有领导人身份 不够格与美国总统直接对话 只是对于美国的指控 沙国外交部回应 解密报告内容负面不实 且令人无法接受 看来美国与沙国的关系 随着这份报告的公开 再度陷入紧张对峙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